10月19日 海通国际投资银行分析师 Jeff Poo在投资简报中 对苹果iPhone 17 Pro和iPhone 17 Pro Max 进行了预估 在摄像头方面 这两款机型将有显著提升 其长焦后置摄像头将达到4800万像素 前置摄像头为2400万像素 而与之对比 iPhone 16 Pro系列的长焦和前置摄像头 都仅为1200万像素 新机型在像素上实现了翻倍增长 这将极大地提升拍摄的清晰度 和细节捕捉能力 内存上也有突破 新机型会搭载12GB RAM 相较于iPhone 16 Pro的8GB有了大幅提升 这一升级对Apple Intelligence 和多任务处理性能的改善 有着重要意义 能让用户在运行多个程序时更加流畅 减少卡顿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 iPhone 17 Pro Max将采用超透镜设计 这种新型光学透镜由大量原原子构成 能在压波长尺度操控光线 通过此设计 灵动导尺寸将明显收窄 这是自iPhone 14 Pro系列 推出灵动导后首次出现尺寸缩减 屏幕尺寸方面 两款机型分别保持6.3英寸和6.9英寸不变 在芯片上 它们将配备A19 Pro芯片 采用与A18 Pro相同的台积电3纳米制程 总的来说 iPhone 17 Pro系列通过摄像头 内存 设计等多方面的升级 有望进一步稳固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 吸引众多消费者青睐